面对一件钟情的暗恋 你是直求出击还是默默守护呢 男主阿周是位人气设计师 这天美食节目导演花妹 承邀他担任服装搭配 他没有答应 反倒是节目主演的厨师一开口 他就立马硬下 因为阿周其实是个深贵 年少的他鼓起勇气对好友表白 但是下场异常难看 他不仅失去了朋友 还失去了勇敢的力气 所以当面前这个厨师 大方坦白自己的性向时 那种坦率无畏 就像夜行人迎来天光大亮 自得阿周眼眶泛红 是的 阿周心动了 为了靠近厨师 他同意了节目邀请 看到厨师对失恋顾客的真诚安慰 阿周愈发心动 所以当厨师对自己不自信 被同事嘲笑出贵身份时 都是阿周第一个维护他 安慰他 总是忍不住用忐忑又真诚的眼神看着他 千言万语 欲言又止 听到厨师可能不会继续出演节目 阿周脸上的失落再也藏不住了 他陷进去了 平时面对下属 阿周总是高冷待人 可只要一见到厨师 哪怕是背影 阿周整个人就已经慌张到不行了 只敢悄悄跟在厨师身后的他 也十分希望厨师的一次回头 能换来两人碰面的机会 果然厨师看见他了 阿周得到了和厨师独处的时间 而真的从厨师口中 听到他不想拍摄的事实后 阿周也毅然决然和他一起退出拍摄 只不过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告诉导演花妹 花妹就出事了 因为他做的这个同性恋厨师节目 遭到市民反抗 厨师下意识上前去挡住攻击 阿周把厨师的举动看在眼里 他一次次忍不住想 这样美好善良的人 或许自己真的可以拥有吧 为了放松心情 同事们相约一起去海边玩 可阿周却发现厨师和花妹非常亲密 他心里嫉妒的发狂 却没有立场说什么 厨师一次次无意识的靠近 放到他身上都是难以掩饰的心动 两人同床共诊时 厨师下意识的盖被子 无意的投胃 这些都让阿周深陷其中 多年封闭情感的他 甚至忍不住一次次主动打开自己 所以当厨师再次向阿周提出节目参演 阿周果断又同意了 为了和厨师亲近一点 阿周会专门让他和自己说评语 甚至有了勇气去拒绝老爹安排的相亲女生 阿一是世界上最难以隐藏的东西 日复一日的相处 也让阿周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所以这天 他草草结束相亲 立马跑到了厨师的店里 但这时的他 还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心意 还被厨师猜中有暗恋对象的心思 阿周无疑是慌张的 厨师确实是个太温柔的人了 还不停鼓励他有勇气的人 才能拥有爱情 即使爱意堵满心头 可迁入挣扎的阿周还是无法开口 他只能继续隐藏 反复抬恋着厨师给自己带来的那一点点光 还专门跑到厨师家里刷存在感 不时邀请厨师来自己的工作室 厨师的恶评变多 阿周会主动想要打电话安慰他 就在阿周以为这辈子也没办法再开口时 厨师的书柜身份 导致了更多的人来找他麻烦 所以当阿周再次听到厨师没有片刻犹豫 再次大胆承认自己的取向时 阿周不由自主地笑了 他终于准备好了 所以向父亲坦白信向后 他一鼓作气 直接去找厨师告白了 他是那样追追不安地等待回应 等待审判 但厨师的一声对不起 让他狼狈逃走了 他不敢听下去 可即使知道厨师很有可能会拒绝自己 但阿周还是勇敢去接受他的回复 果然阿周被拒绝了 但是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确实是真心喜欢过的 即使自己因此变得一团糟 甚至有罪还找厨师宣泄了自己的心意 但他很快就整理好了自己的感情 阿周自我安慰着 即使不能在一起 但至少遇见了他 自己有了公开出柜的勇气啊 可就在这时 比起被心爱的人拒绝 更痛心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厨师出柜是假的 他是个直男 同性恋的身份 能为他和节目增加话题度 他是为了挣钱 才在节目上假装出柜的 这对阿周来说 无异于信仰崩塌 但是他太爱了 他迅速整理好了自己炸裂的情绪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生气 而是保护好厨师 主动去劝他不要暴露这个谎言 莫无所谓伤痛 只要你安然无恙 尽管自己被拒绝 被欺骗 到最后 阿周还是愿意以朋友的身份 留在厨师的身边 听到厨师喜欢花妹 他心甘情愿退出 选择成全两人的爱情 故事的最后 阿周这场单箭头的爱恋 只等来了厨师一个又远又近的拥抱 近的是阿周第一次靠近爱人的体温 远的是他们之间永不相交的心意 唉 果然惨还是男二惨 本来年少的时候就阴影了 好不容易敞开心肺想要去爱 结果却是带着谎言的真心错付 这放谁身上不心疼呀 只能说阿周这份真知热烈的爱 真的值得更好的